这个手绘版是我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他说他现在用不上了 因为他已经不做这个了 因为他之前是在网易做美术设计的 所以就买了这个手绘版 这个手绘版是CTH-680 瓦肯的一个手绘版 他为什么现在用不上了 因为他现在已经升职了 就是他现在已经是网易游戏的 就是他身为一个 作为一个美术组长 就是他的工作就比较少进行 就是这种作品的产出了 主要是做一些管理相关的工作 现在很少自己亲自去制作游戏的 画游戏的角色或者地图 现在他都他在网易游戏干了应该有七八年了 现在他现在已经升职了 所以用不上了就给了我 然后呢他他说他现在也不想干了 就是因为虽然升职了 但是感觉想换一个环境 所以他最近呢又想跳槽 他前几天还去那个那个灵溪护鱼 就是阿里巴巴旗下的 在那个爬州那边的灵溪护鱼 他去面试 他说那个面试官对他挺满意的 他面的职位也是那个 就是那个美术 就是美术总监吧 就是的一个职位 他的那个薪水还挺高的 就是好像税后他可以有 年薪税后有五十万左右 好像他那个 就在爬州那个 现在连续护鱼 现在发展挺快的 他那家公司之前是有 也是网易原版人嘛 就是他们那边出来的人 创办了一家公司 然后被阿里巴巴收购了 然后就后来改名 改名字 改成那个灵溪护鱼 他之前那个名字叫 简阅科技的 是由那个大话西游 就是网易的大话西游 原版人嘛 那个就主要的那个负责人吧 就是创办了一家公司 然后被阿里巴巴收购了 现在变成了灵溪护鱼 灵溪护鱼的话 他现在发展非常的快 而且现在 他开发的游戏 在市场上的那个 可费还是不错的 比如说那个 那个 卡牌游戏 那个叫 战国伴 就是那个 策略游戏 他说去那里 虽然工作压力大 但是那边的团队呢 会 那个 比较有 创造力 就是 因为他是在 起步阶段嘛 所以他那个 就是成长 也会更大一点 所以他就考虑去那边了 然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这个给我 难道 想让我也去学那个 就是游戏的设计 或者 就是 做美术吗 现在工作确实不好找 像这种游戏类的 嗯 这种人才还是挺缺缺的 但是我根本就不会 那个 画画 特别是游戏里面的那些 三维建模呀 还是人物的一个 创新呢 或者那个 原创 都有